那听到声音都没了 来了 动作要去抓了 那我们就开场了 竟然有水鬼上来 穿了全套的泳装 一问他这个孩子在哪里 就杀过去了 差不多两三瓶 一个小脸盆 换个便筒在那边 每天进去送饭 暗无天日 他是形容他是果窝 很臭很脏乱 脚用绳索套着 绑在那边 一个深绣的铁柱上面 157天嘛 绑最久 而且又是这么周详 在台湾的绑架上 没有那么久的一个时间 人子还可以活着 其实跟电影集结差不多 从来没有过这样 案情这么复杂 而且这么出人意表 本周日晚间九点 台湾启示录 史上最久之绑架惊魂 157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 启点赞 订阅